戴迪中心博物馆是由美术博物馆 艺术研究中心和花园组成 我们现在是从楼上下来 到底下这儿有一个花园 这看来游客不少 刚刚在楼上我就远远的看到了这个花园 花园的设计成几何形状 很美 与周围的建筑设计相得益彰 下来一看这儿一大片这个好看可爱的小多肉 你说这个地方原来在开始设计的时候是 如果这是一个空洞的地方 然后如果比如说有地震或者着火了 这人就出现了临时避难所 不是不是叫避难所 它不是一个所 它是一个开阔的地方 你不能在床间里 然后因为台湾有一个就是如果发洪水了 你看那个地方吗 这水就冰从那里就是排掉 它会把这个盐了 管 它不会把这个盐了 然后呢这是一个专门人家来寻的一个朋友 来设计这个花园 它种的植物都会让这个四季都有不同的颜色 花园的植物迷宫和喷泉融为一体 被齐花一草层层环绕着 原来每一种花园每一种颜色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所以可以这样的看 每一种颜色的颜色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所以我们在上面看就有很多颜色 这个园林的厕所就对了 要有一个 站在这什么颜色 然后接着这车里 就是博物馆 你把它自己就忘掉 就是这花园 就这样吧 看这些漂亮的小花小草 看似普通 其实不普通 据设计人员讲 这个花园是有专门的设计公司给打理的 设计人员讲说这些花花草草 根据不同季节的变化 是会进行更换的 定期进行更换 所以你在不同季节来的时候 你看到的这些景象 这些小花草是不一样的 这些花草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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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